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网站诊断包括一系列的基础设置,Robots,TXT,网站地图,404页面是否有设置,代码标签书写形式是否符合优化原则,整体框架是否符合用户体验,用户体验主要包括感官体验,信任体验,交互体验,浏览体验,情感体验,这就需要产品、设计师、优化师三者共同讨论来决定,将优化的布局嵌入设计和布局。 三,CO服务开展的第三件事是内链。内链有助于网站内页收录,而内页的爬行需要良好的内部链接了,如果不注意形成死链断链,支柱就无从爬起,也就谈不上良好收录了。 内链提高排名。内链就像我们投票选举,获得相关内链最多的,排名越好,同时内链有利于PR值的传递。 所以内链该怎么做呢?建议一个页面的内链不超过一至三个,且链接到高度相关想要有排名的页面。 以上就是CO服务的主要内容。当然由于每个网站的类型、产品、设计都不一样,这就要求CO从业者要能灵活运用CO技术来解决上述的问题。 有没有成本更低,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?答案是有的,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,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,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,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 有很多朋友会说,拍视频的成本太高,海量生成不现实,所以,今天推荐一款SEAL神器给大家,CAT Video,采用AI引擎,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,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,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